台北街头的铁窗花巧妙结合广告看板 大道城上虚实交错的街头壁画 这是东京路上侦探团在台北街头的观察 日本知名建筑师腾森造姓 1986年和好朋友共组东京路上侦探团 在日本掀起一股路上观察的风潮 他们带领家庭主妇 本领族 社区居民 观察东京大街小巷 路旁废弃的铁皮屋或是水沟盖 都是构筑城市历史的题材 这步骤了 亦有多纯粹的影片 台湾就知道 这是腾森造姓眼中的台北 杂乱而充满生命力的街头景色 他与台北美术馆合作 共组台北路上侦探团工作坊 邀请大家走上街头观察台北 藤森造姓眼中的台北充满绿意 而素人眼中的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他是吴玉兴 从事入口贸易 游历世界各国 他是陈梦龙 室内设计师对于建筑物的外观 和室内设计有独特的见解 两人参加台北陆上侦探团 今天出发前往台北大道城 沿路上两人用镜头记录街景 老建物在搬新 或是在老房子挂上颜色鲜艳的大布条 吴玉兴这么看待这里 他这个地方在这边住的人 他想要留下这个框架 但是事实上这边人已经在开始 在想说这个框架里面要放了自己东西 他们以前卖是 可能是卖这样的东西 但现在开始卖别的东西 那他们这种东西通常就是会把它 弄到看不到的地方 那这可能是建筑物的后面 就可能是屁股的地方 所以他就很大大大地就给它放出来 而且它不是放一个 是放一整排 你要说它很诚实 用诚实来形容大楼外的排气管 侦探团的确有另类的观察 城市中的生命力 不仅来自社区居民 还有随处可见的植物 他们和老房子如何够生够存 有一棵树 它从一个很老的房子里面长出来 那事实上这个房子也没有垮 这树也没有被人家砍掉 那它就自然就在那个地方 叫做存在 我觉得这件事情感觉很不错 如果你在其他地方看 如果东西混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很平衡 可是在台北它就是很自然的 好像它是很诚恳的告诉你 我就是一个混血出来的产品 腾森照姓带领的台北路上侦探团 将在五月份建筑展 魏明的云朵揭晓调查结果 透过素人的镜头 梳理属于台北在地的故事 每日为什么都不知道